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一些口服的药物是不是适合这类病人呢 这需要经过专业的判断 有一部分病人可以通过口服药物补帖进行治疗 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但是有一些病人通过口服药物治疗可能效果不好 或者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加重 比如说这个病人有消化道疾病 如消化验溃疡 口服补帖药物可以导致消化验溃疡的加重 另外的话 一些消化验溃疡疾病的病人 口服补帖也会影响牺牲 效果不好 还有一些疾病 口服补帖是没有作用的 比如说有些肿瘤性疾病 这类疾病的病人要通过积极治疗原发疾病